大家好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請到著名古增演奏家 何仁瑩老師Melody Ho為我們做一個簡單的訪問 有關協會四月份舉辦的環球結出青年音樂家比賽 所以今天我們都很想Melody 你可以為我們講少少今次比賽的評審準則 還有有沒有什麼提示可以告訴我們的參賽者 首先講一些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覺得參賽者對樂曲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包括樂譜上面的音、拍子、大小聲、跳簾的感覺 都要表達好和樂曲的情緒 其餘就是肢體動作 你能否流暢地表現到樂曲的動感 和表達到你內心的感受 有些細節位可能有些學生沒有注意到 我也覺得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衣著和琴是否可以大方得體地展現出來呢 是很重要的 如果同一個水平和質素的學生 兩個一起 一個衣著得好一點 琴展現得大方一點 另一個沒有那麼好 我自然當然會比衣著好一點 和展現得大方一點的我會高一點分 這個是很正常的 原來是這樣 有時細節周圍表達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們都一定要注意一些細節方面的情況 和大家趁著假期要好好地練習 我們有機會再見了 影老師 謝謝 好的 謝謝 謝謝今天你接受我在過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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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謝謝 感谢观看